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hostbuster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Legacy Prime Universe RC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就是一罐的風格 中間有個空洞可以看到玩具的實體 Prime Universe RC 下面這邊有一個載具的圖片Legacy 看到盒子的側面則是它的大頭罩 看到盒子的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形、載具 另外一面還有一個一罐的盒繪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呢都是一罐風格的還蠻大的 正反兩面都有把它丟到旁邊去 配件方面也附帶一個透明的圓盤 這個是它的武器可以一分為二 那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呢後面這邊有兩個洞 你可以把它外掛在這個地方 外掛在這個地方呢看起來就不是很協調啦 也沒有很好看 那在後輪這邊也有洞 你可以把它插在這個地方 插在兩側當作這個武器看起來是還OK的吧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前輪 前輪是要自己安裝上去的 它是可拆式的 車頭也是一樣它也是可以拆下來的 但是它現在這邊扣住了 這款Alexis的RC 原型應該也是取自領袖之證版本的RC 那Prime Universe的意思呢可能就是另外一個平行宇宙 所以在外型上做了一些調整 載具是非常接近真實世界的摩托車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了車頭 車頭這個車頭做的還是不錯的喔 有車頭燈然後一些細節都有刻畫出來 旁邊兩個方向燈有塗裝 然後在前輪的部份呢輪框也有上銀漆 這個可以拔下來變成武器 看到車頭裡面這邊有些儀表版的刻畫喔 這些細節都還做的不錯 然後在上面這邊它的裙甲很巧妙的變到車子的這個位置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一個像座位的刻畫吧 你還是可以拿出一些比較小比例的人讓它騎在上面 那側面來說呢看起來就是這邊有一些些許的空洞 並不是說太嚴重 然後車尾的部份拳頭是可以看的到的 整個車型看起來是還OK的喔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呢我覺得表現還是算不錯的 機器人的部件附入的並不多那還是非常接近真實的載具 然後整個摩托車呢也不會太過臃腫沒有太多累贅的東西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就直接拿出First Edition的RC出來比較一下 那這個就是Transformers Prime領袖之陣版本的RC 那這個是First Edition 後面還有出另外一個RID版本的 First Edition這個系列呢我個人都是非常非常推薦也非常喜歡的喔 兩款載具擺在一起呢大小看起來是差不多同一個比例的 那以這個摩托車來說呢它們兩個外型是不一樣 兩個各有優缺點 這款的缺點就是它側面這邊守在裡面嘛 所以看起來比較臃腫一點 但其他的地方呢表現的也都是相當不錯喔尤其是後面有座位啊這個尾巴也是做的很流線 新版的RC呢就是比較纖細了一點喔比較沒有那麼厚 但是少了一些座位的刻畫喔比較可惜一點喔 兩款的變形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 以載具人形變形來說呢我還是覺得First Edition這一款表現的是比較好的 非常推薦入手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特殊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變形其實並不到困難啦喔首先把旁邊這邊把它拆開來 那這輪子你要拔不拔都可以它也是可以一體變形的 旁邊這邊有卡扣把它送開來 然後那個車頭呢就掉了你看喔這個車頭就是這樣安裝在上面的 這邊有一個一條對應這邊有一條縫 那這個東西就是給它歡迎光臨買縫就對了啦 接下來呢把它的後輪給分開左右分開來 稍微的扭動一下把它分開來兩隻腳把它往上掰 它的兩隻手是在這個地方嘛那把它分開來 把它分開來 把它兩隻腳整個的往下放 然後這片東西呢要把它往上整個翻上來 把它的腳關節轉下來 然後利用這裡把它折上去這一片把它往下放 這邊有卡扣把它扣起來 腳底板把它翻出來 腿部的變形還蠻流暢的啦 基本上是一氣呵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喔把這個腳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然後利用中間這個細桿子呢把它做一個折疊 旁邊這塊東西把它放下來 這邊有卡扣把它扣緊 然後腳底板再把它翻出來 基本上腳就變形完成了 那要把它腰旋轉180度 180度 然後稍微的把它推一下它可以扣起來 那這個整個雛形就已經出來了喔 手直接把它往上推它有一個卡扣 推到底它會卡一下 然後再把它手放下來 旁邊這個東西呢把它往上推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喔把它整個的往上提扣起來 手擺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再把旁邊這個東西往上推 後面這個東西呢它有兩種變法 這個東西可以把它拆開來打開來 但是我們先變它基本的一個樣子 把這個車頭旋轉180度 把它做一個摺疊利用它的多重關節 旁邊這兩個翅膀看你要打開還是收起來都是可以的 最後就是把它稍微的調整一下啦 那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變形過程 就這樣大功告成啦 在變為人形之後呢整個人物的美形度 我是覺得稍微欠缺了那麼一點 因為這個角色是一個女性 但是呢它整個身形不夠女性化不夠柔美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跟領袖之刃裡面的RC還是非常接近喔 那臉是有上銀漆的一些局部呢也有塗裝點綴 林口這邊有一個博派的標誌 那身為女性它的胸部稍微小了一點喔 所以缺乏女性特徵 講到這個女性為什麼女性的變形金剛都要變成機車 大部份都是變成機車喔 難道是因為可以騎嗎 然後看到手的部份呢它就是比較方正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柔美沒有那麼多層次的感覺 下半身呢這兩個輪胎掛在外面我覺得也不是說非常的好看啦 然後看到人物的後面呢這些關節並沒有那麼的美觀 車頭是掛在這邊的但你也可以把它拔下來看你啦 可動性方面 頭球型關節可以旋轉 肩膀360度沒有問題手臂平舉可以抬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手肘彎曲大概是90度 拳頭也是可以旋轉的喔 腰是有腰轉的但是還蠻緊的喔 活動幅度不會很大 腳往前踢可以踢到這麼高 往後往外活動幅度還不錯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大概是90度 腳底它也是有一個非常不錯的接地關節 那這款新版的RC在人型之下我覺得並沒有載具來的優秀 我個人是沒有那麼喜歡這個人物的外型喔 跟之前所出的RC相比的話是缺乏了一些女人味 那以可動性玩具品質來說呢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拳頭可以旋轉有腰轉也有接地 活動度還是不錯的 它所附帶的武器 武器呢有幾種安裝方式 像這個呢你可以把它這樣子插在手臂上面 兩邊都把它插上去就好像有手刀一樣喔 然後呢它也有別種安裝方式 你可以把它合而為一 然後把它整個的扣在手臂上面 當成盾牌來使用也是可以的 再來就是這個前輪可以拔起來 前輪拔起來之後呢這個輪胎是可以分開來的 把它一分為二 裡面有細節刻畫也有塗裝點綴 這個東西可以讓它握在手上 那配戴起來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在手上呢安裝在側面也是可以的 然後另外一種背部的變形方式呢 就是把它整個這個呢把它往下移 騰出一些空間 然後在這個前輪這邊有個凸 對應它脖子後面有個洞 這個有凸有洞喔 雖然女生比較不好意思 還是要給它睹進去 再把這個車頭蓋緊就可以了 那這個又變成另外一種型態了齁 這個玩法還是蠻多變的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First Edition的RC拿出來比較一下 那兩管擺在一起在比例上First Edition人型是比較高的 然後就女性這個柔美的程度來說呢 也是這個First Edition表現的比較好 你看它這兩個大大的車頭燈還可以移動喔 整個人物的線條也是比較柔美 然後它把輪子收到這個小腿後面也是比較高明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個First Edition這個造型 以新版的來說優點就是它可動性有增加 它拳頭可以旋轉 然後腳也有接地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一樣同一個系列的Bokeh出來比較一下齁 那這個Bokeh跟RC擺在一起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啦 這款Alexis的RC 作為一個更新版本 載具表現的是還不錯 變形過程也還蠻流暢的 那人型呢我覺得稍嫌不足了那麼一點 亮點並不多 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對我來說算是一款可有可無 有也好沒有也好的一款玩具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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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autonomous robotic organisms from the planet Cybertron